成品画廊今年迈入25周年 以青春为题 邀请亚洲25位艺术家共同展出 香港艺术家杨佩坚的作品 一个看起来像是仙人掌的仙人双球 你走近一看你会发现 原来它是河豚标本 现场也展出台湾艺术家 连建新还有林明洪等知名艺术家的作品 画廊总监说 25岁正是一个花样年华 正值青春的年代 有喜爱艺术的台湾社会 才有可能支持画廊25年 这个作品长得像是两颗仙人掌 这是香港新锐艺术家杨佩坚的作品 它的材质非常特别 竟然是河豚标本 远看的时候你不会发觉 它有什么异样 但是当你走过去看的时候 你才发觉逐小逐小发觉 有些不同的东西 其实就是平时仙人掌和河豚两样都有刺 但是很少将它们摆在一起去想象 就想那些人走过去看的时候 就发觉其实我们身边有些东西会忽略了 但当你仔细地看或者想多一些东西 这次25周年特展以青春为主题 执行总监赵丽说25岁正值芳华青春 在台湾能有这么多年的画廊实属不易 那25年的画廊代表台湾这个地方是一个有文化基础的 有核心文化价值的 而且是可以养得起一个25年的画廊的社会 倒不是这个画廊可以支撑25年 而是这个社会可以让这个画廊 在这个社会上生存25年 既然画廊25周年 这次就邀请25位艺术家联合展出 展场中央的地板上是艺术家林明洪知名的花布系列作品 而台北市中你我熟悉的宝藏岩艺术村 温柔停泊在超大金鱼上 这是魔幻写实风格著称的艺术家连建兴的作品 因为它就在现实跟非现实之间 然后形成一种跟现实有些距离的美感 所以它就会增添一种想象的意象 艺术家郑军殿展出两幅画作都是路上遇见的狗 虽然主题一样但画法不同 其中一幅运用彩色水墨 而另一幅则是用线条构成 对艺术家来说更考验体力和耐力 我选择用线条来表现这种具象的题材 有一点像就是在像传统提出一个挑战 我认为这个用线条来表现具象的东西 其实是重新再诠释这个具象绘画 那其中的困难度当然是非常非常高 走过25年的岁月 25岁的画廊果然创作力十足